一走進抗菌展覽館 全才卡通化的資訊 了解白白種細菌原來一點也不枯燥 像是塑膠微波會產生什麼毒物 答案是造成癌症的雙分A 含浮壓膏會累積在哪裡 答案是骨頭 動手翻翻看的互動裝置 小朋友一選就會 小朋友來這邊參觀過後 他就可以去做一些互動了解 在抗菌的日常生活當中 洗手非常重要 但是用一些抗菌的一個產品 經過安全有效認證之後 也是非常棒的 他在看完之後就發現 跟他媽媽講說 我家裡用的牙膏 是黑人還是白人 還是這個是不是抗菌的 都會去問媽媽去了解 那他也可以了解說 我開始要來使用一些 抗菌的一個產品 業者將研究十多年的心血結晶 新建成抗菌展覽館 聚發衣服寢具等日常生活用品 各式各樣細菌隱藏其中 不只要了解細菌從哪來 更要預防保健康 業者和工研院研發抗菌產品 把抗菌想法商品化 很多人在分辨這個抗菌方面 都沒辦法了解得非常清楚 大部分都注重在這個有效啦 或者是這個能夠持久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安全性跟這個環保性 能夠做一個很大的一個區隔 所以在這個館內裡面 就有做了非常多的一個說明 全台灣第一座抗菌展覽館 免費參觀 而且有專人導覽 豐富的教育內容 運教娛樂 包你成為抗菌小煎兵 缺了分髮謝謝我華宇軒的 謝謝 感谢观看